荷兰现任首相吕特宣布赢得大选,成功获得连任 这让所有的欧洲国家的政府都松了一口气 同时交易者也暂时放松了心情 亲爱的社区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维珍,感谢您再次回到我们的社区竞赛 紧张的一周最后以轻松的方式收尾 这对于交易者来说既充实又愉悦 我们来总结一下本周的社区竞赛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基本面分析竞赛的周冠军 来自斯洛文尼亚的Aldek Demo位居榜首 恭喜他获得650美元的奖金 紧随其后的是来自波兰的Chatered Zed 恭喜他获得550美元的奖金 在这里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其他八位获奖者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供商大赛 来自立陶宛的Lekte Jailer的该竞赛的桂冠 恭喜他获得2000美元的奖金 而来自埃及的Norway则紧随其后 恭喜他获得1500美元的奖金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喜爱的交易者竞赛 来自英国的Jesno以自己优异的表现 为自己赢得了6000美元的奖金 恭喜他 而来自伊斯利的Ego Sabins则位居其次 获得了3500美元的奖金 来自印度的S&P则以九分之差的成绩获得了2500美元的奖金 同样的掌声送给其他27位获奖者 接下来我们放松心情来看一下都高斯贝加利大赛 目前的参赛者已经达到了近700位 女士们以不同的个性为我们展示了不同的美 而本周的任务也是生活中我们常常聊到的话题 我们总是以为价格最贵的就是最好的 而事实有时候并非如此 生活中的例子比比皆是 讲出您的故事您将获得50点的加分 好了本周的社区竞赛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